在古代的皇宫里,公主们总是被视为政治的棋子,他们的命运往往是身不由己。为了国家和平,他们被迫远嫁到与中原完全不同的蒙古草原。然而,蒙古这和亲为公主的生活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平静。为什么他们无法在蒙古生孩子?在那个动乱的年代,为了国家的稳定与和平。 很多公主被迫离开自己熟悉的皇宫,远嫁到草原。这和亲为公主虽然出身于皇室,但他们在蒙古草原上的生活却充满了挑战。蒙古草原上的生活与中原大不同。辽阔的草原,无边无际的天空。这里没有皇宫的繁华,只有简陋的蒙古包和游牧生活。公主们不再是大家捧在手心的珍宝,而是必须学会如何适应这里的生活。 如何与蒙古个人打交道?但更让公主们受苦的是日本的一个传统陋习。六年,当一个大人物去世时,他的兄弟或儿子可以继承他的遗孀。这意味着,如果公主生下儿子,他的儿子就有机会成为他的丈夫。 这个习俗让公主们深感害怕。他们担心自己的孩子会被杀,也担心自己会被迫嫁给丈夫的儿子。为了避免这种情况,许多和亲公主选择不生孩子。他们宁愿忍受别人的嘲笑和白眼,也不愿让自己的继承人遭受不幸。 但这也意味着他们的蒙古道地位越来越低。他们的生活也越来越艰难。有一次,一位公主在市场上被强奸。她被强奸,成为众人的笑柄。但她没有反驳,只是默默流泪。 她知道自己的选择是对的。她宁愿受羞辱的苦,也不让她的继承人遭受不幸。但也有一些和亲公主选择了反抗。他们不想任凭命运摆布。他们想为自己争取一片天空。他们偷偷地与一些蒙古贵族交了朋友。希望得到他们的支持。他们还暗中联系了中原的使者。希望能从王宫得到支持。但这些努力没有收到任何回应。 贵族的蒙古虽然他们同情和亲公主。但不愿意为他们挺身而出。中原的使者只是表示关心,却没有实际行动。公主们的生活越来越艰难。他们要面对别人的歧视和嘲笑。要忍受周围人的背叛和冷漠。但他们并没有放弃。他们仍然做出了自己的选择。他们仍然相信有一天,他们会幸福。但这一天似乎永远不会到来。 公主们的生活越来越艰难,心情也越来越低落。他们开始怀疑自己的选择和命运。他们开始怀疑自己是否真的能幸福。随着时间的推移。蒙古这和亲为公主的生活逐渐被人们了解,忘记。 但他们的故事已经成为历史的一部分。成为后人反思和学习的教材。直到有一天,七号的使者带来了消息。宫里决定接回八号公主。 这个消息,就像二十年的暖风一样。吹尽了公主们冰冷的心。他们终于可以回到自己的家乡。回到自己熟悉的宫殿了。但当他们回到皇宫后,却发现自己不再是受人爱戴的公主了。他们的身体和心灵都留下了深深的伤痕。但他们并不后悔,依然为自己的选择感到自豪。 在现代社会,你认为我们还有类似的和亲吗?当我们面临困境时,我们该如何选择?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分享你的看法。关注我。了解更多中国历史文化。